推盤的部署,何時想留書開架? 其實我們現在都在做推盤的部署 只要我們市委各樣的留書準備好 我們都會盡快推盤 有沒有機會升起? 應該未必會是,今後升起 價錢會參考什麼因素? 作為發展商最主要是貨源輪轉 我們都是參考附近的成交 或者市場附近的一手如果有推銷 大約的價錢和市場反應如何 我們都希望做到貨源輪轉 所以價錢我相信都應該是合理的 因為本身項目其實我們是很久之前已經買下 所以其實很難跟你說總投資額是多少 如果我沒有記錯,這個地盤應該是2010年我們已經買了大部分的單位 只不過是最近這幾年我們申請了獎牌 成功統一了業權,再做發展 所以成本其實相對比較低 始終都在十幾年前已經賣入地皮 當然建築方面就按照現在的建築市價 所以你說整個物業的總投資額 我都很難這樣告訴你 其實我們現在最主要就是一房的單位 你見到佔比大概六成左右 其實其餘都有開放式和兩房單位 我們如果說住打的,我們一房做是最主要的 開放式和兩房的旗幟 三房單位主要集中在高層的部分 我們的市位其實會在周月聰那一年 另外樓宣我們剛才好像彭先生所說 都是如火月圖這樣印刷和準備著 我們其實主要在九龍區 剛才剛才所說 在深水埗的阿雷丹和華街 都有我們的地產發展額目 都是處長一項目 在新元盤和香港大閃這個地盤之後 也會在密碼地準備著 建築工程也是如火月圖當中 有沒有機會今年都會有 我相信今天我們會集中計算我們這個配置 我相信現在隨著美國那邊有機會 慢慢減職 我相信對過樓室一定有些幫助 始終在公式環境的情況之下 公樓的負擔重了 但是早前設立之後 其實對著市場的確有很大的幫助 亦都有一批新的買家 出來的市場購買物園 但始終我覺得市場要健康發展 都要希望息口回落了 市民的負擔能力高了 才可以慢慢地穩步去上 我相信這項目的負擔能力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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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目的負擔能力高了 我相信這項目的負擔能力高了 我相信這項目的負擔能力高了 可能有些小朋友要來香港讀書 他買單位下來給子女讀書用的 也會有 或者買來租給學生也會有 所以我相信在投資和自用方面 我想這項目的負擔能力很吸引 我很深入這種獄教育 我們關於日期是25年的第四季 我們關於日期是25年的第四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